有一個轉介病人 已經害怕所有的阿姨都不敢去 因為他會在家裡哭幾天 預約了一個預約 他還會在家裡哭三天 吐,哭到吐 其實他拔了幾次頭髮也做不到 之後他就說怎麼辦 很惆悵 我們不會直接告訴他 你拔了甚麼毛 我會跟他說 其實人體也有很多毛 最後他真的交了…不知道他甚麼毛 總之就是粗粗、短短、短短 問你們兩位 除了親子鑑定外 還有其他體檢的客人 然後有些很無知的行為嗎 不敢說是無知 但有些很可愛 通常看劍時我們會有驗血 流大小便 有一次有一個人 其實大便拿著小瓶,留一點就夠了 但他拿了飯盒給我 整條,對 然後… 拿了很多東西 我們當然要給他一個瓶,然後換了 他就… 好,診所很臭 他覺得不值得 你只要驗那一部分是否準確 驗那一部分,你要我整條 是嗎 你現在驗屎頭、屎屎,中間屎尾 還有一次 他們拿自己的瓶去留 我記得那是一個驗窩瓶 然後他們經常擔心會很洩 驗不完大便 只是驗一點就怕不准 然後他們就塞爆了一個耳窩瓶 鋒緊了 然後耳窩瓶是鋁蓋 然後它就扭緊了 後來我估計它… 因為通常可以隔一晚的 對,是室溫 我估計它真的放了很久 裡面製造了一些細菌、充氣 然後一聲爆裂了 天啊 然後整個接收藏都是汁汁 我的天 然後真的很震撼 你們叫客人或病人… 不是,客人 叫他們拿那些東西來驗的時候 不會教他們嗎 可以去… 或者叫他們上來拿一個驗粉便的瓶 或者藥房買也有 對,其實我們會這樣說 不過有些人覺得自己有些知識 是做過這些檢查 就會用自己的方法去給我們 其實也有幾年前 有很多女士會做一些副科檢查 通常做副科檢查 我們會在檢查中 給他一些疑問 主要是簽他 其實這一刻是沒有懷孕的 而且他不會處女 有性經驗的 他也會照簽 照簽,當他到那一刻的時候 我們進房間 我們會再問他是否有性經驗 他會告訴你是否 那次是那個姨姨 應該是四十多歲的姨姨 然後上床 已經到了中間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儀器已經進入了陰道 進入之前的感覺 已經覺得好像不是很正常的感覺 然後進入後 當我擦開儀器的時候 我就覺得為何有些鮮血流出 然後我就… 然後我問他 其實你真的有性經驗嗎 然後他說其實有過一次 然後我說是否成功能進入 他說應該能進入吧 你剛才那張訊息說你有性經驗 其實你真的說你有性經驗嗎 但他又不可以說他沒有 對 然後他就說 但我之前也有做過這些檢查 然後我說是嗎 你那次是怎樣做的 他說是在後面進入的 要戒口要清… 要戒口幾天 然後要放射 然後我說要放射 你會否做搶鏡 不是做虎科 然後他說那是搶鏡嗎 我說是,你是否睡著了 我會去教室才做的 然後他就說是 然後我說… 他的性經驗也可能是江門 是 然後我馬上拔了儀器 然後我告訴他 我說可能你其實也不是有性經驗 因為我覺得你的血 跟平時驚奇的血是不一樣的 對 然後我說我進入那一刻 我覺得好像跟平時做檢查的不一樣 我說如果你真的處女 其實現在的情況看上去 你的處女膜是穿著的 是 然後他就說是嗎 然後我說是 但你剛才簽了那張討論 對,不能追究 因為我已經問了你很多次 他說也不要緊,我已經有這樣的年紀 我說是,那你以後不用做了 我說除非你有性經驗 如果問這個方法,你就不用做 然後我說好,那樣 那真正的原因也不得而知 對,我們也有做嚴性病的身體檢查 是 男士就要把這個棒棒 裡面有棉花頭 就要把它放在… 這麼粗嗎?那個棒 不是,要把它拔開,要保持乾淨 其實裡面有一條幼的棒 很小的,棉花頭軟軟的 對,然後就有一幅圖 我們要告訴他,大概插到這個位置 轉一轉 對,轉一轉,拿樣本出來 其實每次跟他們說 他們都會很害怕 就會覺得… 這麼入口 然後我們都會說 對,你試試… 很痛 因為那個很敏感的位置 對,真的要小便的洞 進去一點 對 然後有一次有個男生 真的回來給我樣本的時候 他真的眼淚水流出來 而且臉都青了 要自己做嗎 對,因為我們… 姑娘不會幫他 我們要給他一個圖 但自己做又要插到今天 對 很害怕 但也柔軟的,我試過摸那個頭 又不柔軟也好 你摸的… 糟了,你… 你摸那個頭,關於那裡有甚麼事 對,然後… 你不是男人那樣 幸好我沒有 有一次有一個人拿回來 我覺得為何他的頭很啡色 我以為他是不是很不舒服 我就覺得沒甚麼 發現師就叫我問清楚 他真的拿小便的位置 其實我跟他說得很清楚 我再問一下 然後一問之下,他說不是 他拿了肛門 他覺得其實差不多嗎 我覺得他是否跟性戀者 他用後面來跟別人走過 所以他覺得那個位置會不舒服 他想在後面拿他的夥伴的樣本 看看他有沒有感染性病 真的… 如果是這樣,他想得太天真 那又刺過了嗎 要再拿,我們說要在性器官上 怎麼會這麼天真 有些男士檢驗婚前檢查 其實最主要是要檢驗精液的量 或者抹躍度,或者是否正常 其實抹躍度,本身是有殺精的成分 對,我們一直叫他們留在瓶裡 有些男士會很堅持戴著抹躍 然後就會留些斯文在抹躍裡 打個棵的抹躍 不會,因為始終… 那些只是捐精地方而已 但驗你也是要新鮮的 對,但只可以去廁所 我也可以去診所拿個瓶 然後去廁所自己處理好給你 對,但我知道有些避尿科醫生 會有一間小房間 會有電視或雜誌提供 因為避尿科也叫男婦科 所以他們會有這些東西 但一般體驗中心都是廁所 還有客人會很爆發 令你們深刻印象嗎 稍微可以回答 都是一些醫生主界的案件 一個媽媽帶女兒來照超聲科 照子宮卵巢和乳房 原因是女兒達到15至16歲 因為女生12至13歲 基本上已經發育完成 媽媽看到女兒為何達到15至16歲 也沒有驚奇,乳房也沒有變化 覺得很奇怪 帶女兒去看醫生 醫生叫女兒過來照超聲波 照乳房和子宮卵巢 醫生一照完就覺得 乳房真的沒有乳腺 沒有發育 另外看她的子宮卵巢的位置 一看起來就覺得這麼奇怪 為何會有前列腺 這件事 她是男生嗎 對,但她的定器官 又真的是女生 然後再看起來 原來她的性器官向裡面生 對,我看過這些 她出生時已經向裡面生 所以姑娘怎樣看的時候 都會看到她是女生 所以生在身體中 還是方向向後 方向錯了 她是向前,但她是向後 是 陰郎就在前面嗎 陰郎一直向後 所以看不到她是男生 這個案件很可憐 那些病人照完後 她都會很心急想問 是否有事 醫生通常會跟她說 你回去看醫生吧 醫生解釋給你們聽 就會把案件扔掉 那你們不知道 接著就行了嗎 不知道 因為她們負責報告給她 不過我想應該有時間解釋 這是從事wyn feel the child 除了女生 特別是從事錄製 我發現她不如有孕室 這個磨傷 如此,她的用得很難處理 所以她發生了一些史料 在裡面找到刺痛 可以知道 如果牠的物業 看過不如鑊 是 為甚麼 因為牙齒實在被牙周病侵蝕得很厲害 但我們也想清除牙齒的表面 被醫生看清楚 除了X乾片之外 所以也要先替牙洗一次牙齒 但我們要多運用一個姑娘 每隻牙齒要付出給醫生 因為牙齒已經鬆鬆 因為牙齒長得太厲害 很痛 對,菌入侵了牙齒骨 所以牙齒不能接觸 每隻牙齒都放在這裡 之後要把牙齒全換掉 差不多了,牙齒只剩下兩、三隻 可以留下來 近年是否多了很多人做牙齒漂白 做牙套等等 牙套是少了 為甚麼 因為牙套是新一代 知道牙套會帶來之後的後遺症 通常我們看到… 例如是甚麼 因為你要強行把牙齒弄小 磨細 磨細了它 然後才吐那一套 例如牙齒的牙齒 但我不想經歷膚牙 牙齒那麼噁心 是 我不想做兩、三年都是這樣 我要跟醫生說 下個星期就要又齊又漂亮 有甚麼辦法 就把牙齒弄小 把牙齒弄上去 把牙齒弄上去 但你將自己的髮狼質 已經損毀了 是 然後你強行套上去時 經過年、月、日時 菌很容易在裡面發現 是 然後牙齒每隻都會壞死 有很大機會壞 通常多少年就會壞死 看癌 有些人可能五年、十年 有些十多年後便會出事 出事後可以怎樣修補? 即做牙套 因為某年代是人人做牙套的 對,全部都修裕了 因為悶了,很漂亮 對 你出事後要怎樣修補 看它發炎到甚麼程度 如果有些可以渡牙筋 能夠救的就渡牙筋 有些發炎到沒救的就要拔掉 整直牙齒? 整直牙齒 或者怎樣 有些人可能說我沒有錢 我用牙塘 我看過有些年輕人戴牙塘 很可憐 有試過最壞的一個執手味的案件是甚麼 剛才我說的 全口製造牙套 上下二十多隻牙都是牙套 很好 每一隻牙齒的牙筋都發炎 我們看過X光皮是發炎的 甚至乎有些牙齒時痛到 牙齒抹開口 我們看到有些膿流出來 很高 牙齒流出來 很噁心 對,牙齒流出來 不只流血,而是流膿 對嗎 有些已經不能救了 跟我們談到一個很大的計劃 你要換掉牙齒 要不可以留的,怎樣做 我們經常會問不同的嘉賓 就問了你們三位 究竟你們見過不同地方的客人 哪個地方的人最煩 香港… 仍然是名列綁手的 綁手 我們真的很努力 為甚麼 為甚麼 說些話 其實最麻煩的不是地盤人士 反而是有少許學歷 有少許知識是最麻煩的 因為他們有些知識或學歷 他們會很喜歡責任你 這類的東西 而且他們一開始很喜歡跟你說英文 我們正常的對答可以 但當說到一些醫學的名詞 他們就會動了 就會死死地氣,跟你說中文 其實是很可笑的一件事 拋回他,他根本就不懂 不是想拋回他 但因為你跟我們說英文 禮貌上對答給你 對 看了網上的病人 都會當自己是醫生 那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他已經覺得 我看了這麼多影片 我已經知道怎樣做 他會來挑戰你 即是很空閒 對,挑戰你 或是網上也不會這麼說 我應該要這樣做 而多數都是香港本土人 對 我們有點麻煩 他們會覺得在香港生活的 是有錢的 但他們的項目是 要價格格得很厲害 你可以跟… 他一開口就減價 只有兩成 還價還你兩成 但有很大價嗎 我試過很多人 他最喜歡說甚麼 走過來問你 姑娘,剝了牙齒多少錢 回答你幾百元 然後他就在你面前搖牙 是 洗了一口搖 你看,姑娘這麼鬆 便宜一點 對,不用幾百元 我好像也搖到的 對,鬆成這樣 那你怎麼回答 姑娘,你也可以搖到 對,幾百元好像很貴 我真的這樣回答 對,幾百元這麼貴 不如你現在回去天天搖牙 下星期應該會脫掉 幾百元也節省 很快 很壞 這段時間有經驗 有病人或客人 有些很低低的東西 還有分享嗎 經常都問 經常弄錯了 你現在很想借這個機會 叫他們不要再問這個問題 洗牙是不會洗傷牙齒的 經常洗走白狼質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人的錯覺 就是… 因為你的聲音好像在磨牙齒 當你磨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磨得越來越少 但其實那些汁是超聲波瀉 超聲波質 不是指輪轉動的聲音 抽血 抽血的時候經常問 為何抽那麼多 我們說做檢查是需要拿那麼多 喝多少水 吃多少東西才可以補回 我要吃甚麼才補回 我們回答他,其實捐血更多 你喝點水就可以了 然後他堅持也不順 一直抽血,一直不斷摔 一直吃東西又抽血 不是… 一直抽血,一直摔摔摔摔 還有摔,發脾氣 但抽血也是一個小檢查 通常是小檢查 大概10cc左右的血 但他們已經覺得很心痛 他們怎會介意自己的血 根本是害怕,不斷摔摔摔摔 對,只會吵架而已 對,而且如果真的要一針就見血 也不像那麼多 真的要一針見血 不可以抽多一針 如果抽多一針… 發力 對,想醫生投訴你 真可憐 香港人對醫生和護士的態度 是否相差很遠 對醫生很好,對護士很刻薄 會嗎 我覺得天和地 天和地? 對 但其實… 當然是 你是負責抽血的人 他知道應該是誰 其實他們很有趣 他們來到後就覺得自己是VIP 一來到後,身分證也不用付 就會覺得你應該知道我是誰 然後他就會覺得 我給了身分證,甚麼時候到我 我心想我也是適合接你的身分證 給你的資料也要數分鐘 對… 短期也要五分鐘 又要看你做甚麼 要詳細看清楚 然後他就會覺得 為何這麼久也不可以 但其實由給他身分證 到給他時也不足夠10分鐘 然後他就會在前台 可能給你一些說話 或者發難 你不知道我是誰 搞不久 對,之後… 因為我們有機會都是前台光燈的 幫他做檢查的都是同一個人 然後進到房間的時候 他一看到你幫我抽血 他就會立即凹水 他說,姑娘,你幫我抽血嗎 然後我們說,是否有問題 不是我 然後他就立即很客氣地… 對,也沒有 對,這也是很恐怖的 我報復心理很強的 你給下馬威強 也不會,因為這些人這麼麻煩 如果這樣也是給自己麻煩 那就趕快離開…就算了 勝鬚腰有被試過嗎 試過有個男人 以前有公司坐在這裡抽血 我們抽血員跟他都坐在一起抽 就像捐血站 之後有個男士 經常都只驗幾十元的東西 然後他的手就借一些耳填我們的胸 但我們不敢發聲 其實基本上… 他手會這樣放在這裡給他驗 他的手越來越抬高 腰會發聲 但真的不敢發聲 對 不可以不敢的 對 你被人性騷擾 但他怕被老闆 神經病 如果他罵你,他不適合 我們醫生被病人性騷擾 我見過了 是怎樣 她是女病人,中年女士 我們跟她聊天 有些事要治療 他就說 醫生,我很害怕,很緊張 痛嗎 然後離開了他的椅子 然後轉過來向醫生說 借你的大腿溫柔 然後他就說 醫生,我很害怕 是否真的很痛 但你照顧了整件事嗎 對 那怎麼辦 醫生就來到後灘 要視乎我把他捉住他的手 不要緊,我們有姑娘在這裡 如果你很緊張 我們可以捉住你的手 我們也有很多娃娃 可以讓你攬住 這樣 醫生這樣做不到事 他做不到事,弄傷了你就不好了 這樣吧 他真的一斜,不斷摸 然後醫生在後腿… 我很害怕 你不要我心裡 我害怕 以前也有一個規矩 當醫生在這裡的時候 一定有另一個護士在這裡 一定有多一個人在這裡 一定有 因為很麻煩 因為以前有試過很多這些案件 又說有真假 有一個同行 在街上工作的護士趕著離開 有個女士進來 很痛,醫生,你幫我剃麻 醫生很深 在沒有姑娘的情況下 就幫他補了肌成麻 大莫煩 然後那個病毒就發他爛窄 之後,你不要收我的錢 我現在打電話說你… 她騷擾我 很可憐 沒有證人吧 真差勁 對,有這些人存在 最後,你們有甚麼說話 想跟任何人說嗎 我想說… 其實進來做檢查 我們也不會分為內地人 香港人或外國人 我覺得也要排隊 不是你們一大聲一吵 就要馬上給你 不是你罵我,我就會很害怕 我們也會公平 其實也差不多 其實你真的要花一點時間等 雖然醫生很尊貴 但我們也是人 其實也需要尊重 就算你不滿意也好 也可以客氣一點點說 或者你不要一開始就發脾氣 他會把手握大腿 告訴你為何你公司這樣 即是挑戰你公司任何一件事 其實我想告訴你 公司的檢查 不是你公司的檢查 你不要這樣 而且你做得檢查的話 你這麼… 這樣的脾氣 其實真的很容易有病 我們不會覺得你很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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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憐你才儘量滿足你的要求 在可疑的範圍之內 應該跟病人說,醫生很專業 他專業在自己的範疇 但一般趁手運作 其實姑娘才是幕後黑手 姑娘是不能罪的 是 更加是 謝謝三位…